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的小伙伴狂流鼻血不止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挑战这个地方 因为有人告诉我 这里是天堂的入口 有着绝美的风景 我想我们没有失望 作为一个建筑师 其实这些年我们参与了很多的景区规划 酒店的设计等等 一直在为大家玩得好做着服务 可能在座的想玩是多简单的一件事 确实我们为了让大家玩得好 玩得尽兴 玩得舒服 玩得深入 一直在做着很多的努力 所以这事还真不简单 极限旅行 极限是对每一次出行的一个概括 那么极限旅行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上这个十一的黄金周 中国有大概五亿人次在出行 也就是说百分之四十的 全国的人口都在进行的一场公路旅行计 大家都在体验着这种形式的一种极限旅游 但极限旅行也可以是完全另外一个状态 它可以是在悬崖绝壁上的酒店 可以是去挑战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骑行路线 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秘境 美景 天上圣虎 父母用错 所以极限旅行是对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的挖掘 是对自然的另外一种方式的感知 刚才我说到我们出去玩 并不是一个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我十年前曾经去过西藏 这是珠峰大北营 然后我去的时候路上实际上是特别的激动 因为珠峰大北营这样一个景点 是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 可以最接近到世界第三级 也就是珠木拿瓦峰的地方 我可以看到它 因此这个景点实际上只要去过西藏的很多朋友 都会选择要去它 而且一定会在那过夜 有的人甚至为了等待日照金山的那一刻 在那待上一个礼拜或者更久 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就是这个老乡家里面 自己搭的这种毡房 这个房子呢 应该说比较的冷 而且漏风 这个晚上呢 我们必须要裹着穿着我所有的这种衣服在身上 才能躺下来 屋子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用于取暖的小炉子 但是呢 我基本上因为它的帐篷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保温性能还有个不太好 所以其实睡到半夜的时候 就是说靠着炉子这一面身体就热了 那背面呢就凉了 所以我们这一晚上要不断的翻来覆去的被翻着烤 那么其实在这种时候再加上很严重的高原反应 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一晚上睡睡觉 就是根本睡不着 那大家知道其实一个好的睡眠 对抵抗高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加上这个里面 沾房里面比较冷 很容易感冒 那一旦在高原上感冒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它会引发像飞吸种 飞吸种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甚至威胁到生命的安全 我记得当时我们同序的团团里面有个朋友 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折磨 就请要求我们的当时的这个导游和司机 无论什么代价 请他一定年夜把他送下山 那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 在那种情况下 雪山上夜间是没有办法行车的 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有劝他 忍耐忍耐再忍耐 应该说我们的运气很好 第二天 朱峰向我们揭开他神秘的面上 我们看到了朱峰的全景 但这时候大家可以从我 紧锁的眉头上看到 其实在这个时刻 我依然在跟我的身体做着斗争 我有一个朋友 最近刚刚从西藏回来 跟我分享了 他在朱峰类似 朱峰大美营类似的一个经历 十年了 那儿的整个的住宿条件 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 出去玩 能不能真的真心地体验到这样的旅行 带来的一些乐趣和美好 这一晚上睡这一觉 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后来我有很多朋友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接触到更多的极限旅行 他们向我发出邀请 去穿越峡谷 甚至是戈壁沙漠 环湖 大家一看我这样就知道 其实我不是一个极限的旅友 所以一想到我要自己去安营眨寨 要去没有热水早洗 没有地方上厕所 然后身体的条件也不具备 所以我只能说 虽然我非常想去 我只能去拒绝 然后看到他们发回来的一些分享 可以看到他们在 真的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高山 在戈壁 在湖边去攀岩 去徒步 甚至是骑行 飞翔 滑翔 驿庄 这种活动 这一项活动 我觉得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 所以我想 我是一个建筑师 当出行的时候 当深入去探索自然的旅行 这种遇到的最大的障碍 居然是住宿 和各种后勤条件的时候 我是一个建筑师 我能做点什么 我的职业其实就是为大家 去设计一个房子 去创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空间 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后勤问题 所以虽然我没有成功地 把自己变成一个极限旅行家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为极限旅行 去设计一个家 因此我和我的团队 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设计了这样一个25平米的大家伙 它可以很快速地被收纳 搬运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里面有温暖舒适的空间 有热水可以洗澡 有清洁的卫生间可以使用 而且还自带发电和发电的功能 以及可以远程地去实时地 在监测它的状态 并且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污水 污污的处理 以应俱全 保证这个帐篷不管扎到哪儿 对周边的环境都不会有任何的干扰 我们叫它智能移动帐篷 发电又iler 石阳 石 石阳 石阳 在做这个产品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跟极限旅行和极限旅行家们 有了更多的接触 我们越来越发现极限旅行 本身也是可以使我们更贴近自然 去感受更细微的自然 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些自然的现象 风力有多少 海拔有多高 温度有多少度 湿度是多少 雨季是从几月到几月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设计中 包括大家平常的生活中经常碰到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 只限于这种枯燥的数字 我们恰恰缺少了对自然界的这些 真实的感受和最细致的一些体会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和一群专业的追风的人一起去感受一下 等风来的感觉 为了更多的实地验证我们的帐篷 今年的八月份 我们的团队和专业的滑翔伞运动员 一起去到内蒙古科什科腾奇的狠黑村 去进行了一次混编的旅行 没错 大家笑了 这个村子就叫狠黑村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真的很黑 我们在狠黑村边上的一个河谷 扎下了两领帐篷 在这个季节 狠黑村那边是一个旅游旺季 一方难求 但这次我们不用为住房担心 因为我们带了我们自己的帐篷 我们去的这一去之前采点的小伙伴 因为只经历了八月份内蒙白天的太阳的曝晒 所以回来带回来的信息是很热 所以我们去的所有团队成员都穿着夏天的装备 但是八月的内蒙草原 其实太阳一下山以后 温度下降得非常非常快 以至于到了晚上 在外面活动的时候 要穿上薄的棉袄 但这个时候 我们还依然穿着我们夏天的装备 在我们舒适温暖的大帐篷里 吃着烤肉 聊着天 看着窗外 无边的 壮丽的银河 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APP 可以用它来去匹配天空的星座 这个APP其实我下了很久 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天气里 我完全没有机会去使用 但这一天就在我们的帐篷外面 我们看到了满天的星岛 无比壮丽的银河 小伙伴们就拿着这个拍啊拍啊 各种秀各种分享 都玩嗨了 我们和伞队呢 朋友有一个沟通 滑翔伞是一项追着风走的活动 它一直要 它一直会跟着季风一站一站的去 去不同的地方去飞翔 每年的八月份这个时候 很黑村附近的地形 风力和气流条件 都特别适合滑翔 所以他们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会来到这里 往年 他们只有住在自己的 搭的这种小帐篷里面 或者是在车里 测试一宿 因为刚才说到温度比较低 夜晚 而且湿气很重 所以他们特别容易感冒 或者你开车很远 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去住宿 那么路上耽误的时间 以及花费的体力就很大 那如果因为这个感冒 或者说体力不好 第二天的滑翔 很可能就泡汤了 但他们一旦错过 这么一个很短的时间 窗口内的风 再来滑 对不起 就要等到下一年了 所以像现在这样 很舒服地去躺在屋里 好好地休息 感受一下自然的美好 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地去滑翔 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象过的 一种经历 这之后呢 也是在散队朋友的带领下 我们去到了附近的一个山头 这里没有任何的开发 甚至没有任何游客知道 只有他们散队的队员去过 他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只有一个代号 802高地 我们就和散队的朋友一起 也就是参加在这个 没有名字的802高地 感受到了 最好的 应该说拍到了最好的 日出和日落 感受到了 什么叫山上 等风来的感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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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专业运动员那样的去飞翔 但是没关系 我们也用我们的方式 去参与了这样极限的运动 在极限旅行家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只有用身体 横量过 丈量过每一寸山路 你才真正地了解山 只有用手 触摸过每一圈水流 你才真正地了解江河 在这件事上 别无任何捷径可走 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始 我和我们团队去到了天山圣湖挑战极限 推瓦村和 因为你只有真正地经历过 真正地体验过 你才能有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更多像我一样的普通人 能够去参与极限旅行 去体验极限旅行 带来的特殊的魅力 旅行是为了放大生命的极限 出走不是为了逃避现实 是为了让人生更加精彩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